不知道為什麼讓Apple從我身上賺走了很多錢 有人會考慮要買MacBook Pro還是要買iPad Pro 小孩子才做選擇 今天要來小分享一下 同時擁有iPhone 7 Plus MacBook Pro 2020 iPad Pro 2020的心得 今天我想要把我的筆記傳到別的裝置上 這應該是所有iPhone的人都知道的好功能 不過現在成了三角電關係 要iPhone傳給iPad還是Mac傳給iPhone還是iPad傳給Mac都可以 總之有六種的合法式 這樣我就可以在iPad上畫完 然後直直立馬的傳到我的電腦上做編輯 有了iCloud不光是網頁 Notes Reminders等等都可以同步 我在電腦的Safari上做的書籤 它也被啟動同步到所有的裝置 假設我今天從電腦開了這個網頁 這個非常不重要啦 然後呢我的iPad 你就可以直接點它了 出現同樣的頁面 好像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好處 但因為我iPad是在Amazon買的 所以我現在有2X跟3X的插頭 不知道這是好還是不好 有人打來的時候就會三個裝置一起想 然後就要決定要用哪個開 是好學生的話就會一邊上課一邊做筆記 不是好學生的話就可以一邊上課一邊玩遊戲 而且你看超大超清楚的 你看這個鱼王超大隻的 這是我目前覺得最厲害的功能 可以把任何視窗移到iPad上編輯 例如Adobe系列 SketchUp就有點不知道怎麼用 讓 episodeCAD是 practitioners of our밖 Dup就可以真的按下下 I pass Uni Attention天 valued 用畫線還不錯 看到的就 我比較怪怪的 配襯 Century Duprier 炫耀也不是要你買啊 就是 相見影片